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嘉超将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他16日接受香港冲通社独江采访时表示,会在IPAC会议期间,亲自向相关ASAP成员的领导人阐述香港加入ASAP对区内经济的避议。 出席IPA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李嘉超会与一些经济体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就加强金融经贸合作以及其他共同关注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致力将双方关系提升至新台阶。 李嘉超表示,他会亲身向他们介绍香港已回到世界舞台,充满活力,而且拥有独特优势,并享有国家策略带来的种种机遇。 如果对方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经济体的领袖,他也会争取他们支持香港加入。 ASAP是现实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全球三成人口及国内生产总值。 李嘉超说,ASAP在全球举足轻重,涵盖庞大的商机和经济潜力,香港是区内的金融、贸易和物流中心,在专业服务方面同时担当重要角色, 也是ASAP的15个成员的紧密贸易伙伴。 香港亦已与ASAP中13个成员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具备条件参与ASAP。 他表示,香港作为自由开放贸易和投资的坚定支持者,加入ASAP可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进一步融入区域产业链、香港货物企业和服务业亦可受贿于ASAP下的一系列措施,加强作为联通内地与世界桥梁的抉择。 在出席IPOC会议后,李嘉超将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继续访问曼谷,参观当地大型企业,以及加强香港与泰国的联系和经贸交流。 据了解,这次代表团人才积极,汇集20多位本港商界高级别代表,包括主要商会领袖,以及来自财经、工商、贸易、创新科技、运输物流等界别代表。 李嘉超说,会一起讲好香港故事,亦会与泰国商界更深入了解双方的最新发展,发掘更多双边合作的机会。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